好同学我们还是来一言一词不等式组的解法 今天是有分数了啊分母啊 OK解下列个不等式 同样的这个是第一式 这个是第二式 这个有位置数负 x移过来不等号的前面变成 正x有没有 这个正6移过去变成负6 然后x加x得到2x x前面一定要变成1的 所以我们除2 负6除2 所以得到负3 这个是第一式的答案 第二式 第二式有什么 这个是分母有没有 分母是3 所以我们要两边都跟它乘3 两边乘3 这个3跟分母的3一掉了 是剩下4x减2 这个3跟分子的这个3 是相乘了得到9 然后把这个9乘进去 我这边跳步 9乘进去的话是9x 一过来变负9x 然后这个正2 负2一过来变成正2 9乘2得到18 OK 4x减9x 一号箱减负9 比较大 所以是负的 负的5x 2加18 所以得到20 这边是有负5 当你除负的 你的小1就要变成大1 20除负5是得到负4 OK 现在有两个 一个是负3 一个是负4 哪一个比较小 负是相反的 所以是不是负4比较小 小的负4先写 然后才来写负3 x大于负4 大于是往这个方向 它没有等于 所以是空行 x大于负3 大于负3 是往这个方向 两个大的 就取大的 有没有 所以是 它的不等四组的解释 大于负3 OK 我们来看第二题 第二题 同样的 我们由第一次做起 把这个有位置数的3x 移去前面 得到负3x 然后正6一块变成负6 5x减3x得到2x 2加6得到8 然后 这边要变成1 所以是除2 两边同时除2 8除2是得到4 这边是正的 所以不用转 然后 第二次 第二次的话 有分母4 有没有 我们需要两边同时乘 4 每一项 每一项都跟它乘4 所以x乘4得到4x 这个4跟4页掉了 剩下3 然后4跟4页掉了 剩下3x夹7 把正3x 移过来变成负3x 把正3移过去变成负3 4减3 所以得到一个x 1可以不用写 7减4 7减3 所以得到4 OK 现在有两个 我们就 可是它都是4 所以我们写一个4就好 所以是x大于4 大于往这个方向 x小于4 小于也往这个方向 所以它们的焦点 是不是指在这一块 所以它的解就是x等于4 如果说今天你的题目 是变成了 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如果是这样啊 如果 一个是有等于的 一个是没有等于的 这样子的情况是什么答案 这样子的情况是无解 明白吗 因为它没有 因为它这个没有包括4 这个有包括4 所以它没有焦急是无解 这个是两个同时都有包括4 所以它答案是x等于4 OK OK啊 OK 我们来看第三题啊 OK 我们同样的由第一次做起 然后这个4x 本来是在不等号的后面 我们移来前面变成-4x 正5 以及后面变成-5 5x-4x得到 x8-5是得到3 这是第一次 第二次有看到什么 这是分母3有吗 我们就要跟它每一个不等4呢 都要跟它乘3 每一个都乘3啊 3跟3 1掉是得到7x 然后2乘3得到6 这边是负的啊 不要弄错啊 然后4乘3得到4 312 339 OK 跟刚才一样 我们把正12x移来前面 变成-12x 然后-6移过7 变成正6 7跟12 如果你忘记怎样做啊 你是可以按计算机的 其实 你就是按前面的系数 就是按这一个 7-12 你看到吗 是得到-5 得到-5x啊 然后6-3 6-3你忘记的话 你就按计算机咯 只要你做得出来就可以了 得到-3 OK 这边是-5 我们叫除-5 除-5的话 负负就得正变正的 然后除负的 你的小于变成大于 再来我们看一下 3跟5分之3 你不知道哪一个是比较小是不是 有些人他会不知道的 我们就按3除以5 0.6 0.6就是还没有到1 所以3分之5 如果你连3除以5都不知道 你可以试试看啊 3ABC5 然后 按ABC 是得到0.6 都可以的 好 就是得到0.6 0.6是还没有到1 所以5分之3是比较小的 所以就得到5分之3在前面 然后3在后面 大于 大于5分之3 大于往这边右边还记得吗 小于3 小于3是往这边 所以他们两个同时的交紧 就在这个之间 之间只要在中间夹一个X就可以了 看到吗 就是X大于等于5分之3 小于等于3 这就是他的不等四足的解 OK 我们来看第四T 第四T有三个四指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次做起 第一次有什么 你看一下 他这边是不是有分母 2 所以我们每一个不等四都要给他乘什么 要7分母 每一个不等四都给他乘2 有没有 X乘2 这边是1来的 1乘2得到2 然后这个2跟2越掉了 是得到负1 1乘2得到2 然后2跟2越掉了 是得到负X 再来就是 把负X移过去变成真X 负1移过去变成真E 2加1 所以得到3X 跟这个3 大于等于 这边是正的 所以不用转啊 X还是大于等于 3除以3 还是得到1 OK 做完第一次我们做 第二次 第二次有什么 分母 看到吗 分母3 所以我们要讲七分母 我们是每一四 每一个都跟他乘3 2乘3得到6 3跟3越掉了 是得到负X 3跟3越掉了 得回分子的2X 然后负3乘3得到负9 OK 就把这个正2X移过来 变成负2X 正6移过去变成负6 这边是1啊 没有写是1来的 负1跟负2是得到负3 然后负6 负9负6 同号相加 所以加起来是 9加6是15 它还是一样的是负的 注意啊 这边除负3啊 你要把它变成1 你要除负3 所以两边同时都除负3 除负的 所以小1要变成大于 负 除负的负负得正 负15除负3 15除3 你可以按计算机 得到5大于5 OK 再来第二 最后一个了 第三次 第三次的分母有什么 3 4 2 4 3 4 2 4 有些人他会做到很大 其实如果你忘记 你可以找LCM 3 4 2 4指哪一次不好 然后 先除2 2 3不能除 照写2 2 4 2 1 2 然后再来除 没有得除了 没有得除的话 你可以直接乘起来 3 2 6 6 2 2 2 所以乘12 每一次都跟他乘12 每一个不等4 乘12 3跟12 1是剩下4 所以得到4X 4跟12 1剩下3 所以得到3 12除以2得到6 6X 然后12除以4得到3 然后3 12除以2 12除以2得到6 OK 我们来看 讲解 1跟5跟6 1最小 然后到5到6 然后X 大于等于1 大于等于1 大于往这个右边 等于十星 大于5是空星 往右边 小于等于6 小于是往左边这个方向 所以他们是同时 三条线都有的范围 是在这边罢了 所以他的解子是 X在之间 然后这个5你要注意是空星 所以是没有等于1的 6是十星是有等于1的 这边不是啊 因为啊 这个是三个式子啊 你要必须三条线都交在一起 这边只有两条 所以这个范围不是他答案 他的答案只是这个范围 OK啊 OK 加油啊 这是最后今天的功课了 我们下一个视频要看15.3了 是看另外一个了 一言二次不等事了 OK 拜拜 谢谢